首先今天很开心,我们在国库纪念馆,中正纪念堂 我们在中正纪念堂今天有一个说书的活动 应该也可以算是说书的活动,介绍书的活动 很开心有很多的朋友都有参加 很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们并没有要介绍那个主题里面的产品 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比较偏向于全部都是跟达文西相关的事情 那因为达文西做的事情很多,他这个人还蛮奇妙的 就是达文西你想想看他画了蒙娜丽莎的微笑 然后就要还要还要做一些坦克,他有时候以前还要画一些坦克 然后做机枪,然后还要做人体解剖模型 还要画韦特鲁威人,韦特鲁威人待会再跟大家介绍 还有今天的各种产品 有很多的东西的部分都会跟他是高度的相关了 那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下 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司出了一个系列的达文西的模型 那后来我们就有跟他取得了一个合作 所以他跟我们之间就觉得我们在这在做的,赛先生在做的事情非常的有趣 然后我们整个方向他们也很有兴趣 所以我们就帮他们东西再重新的包装 推出了另外一个新的系列的达文西的系列 所以今天有可能主要会介绍这一系列 会在我的左手边这里,连的跟三一样的这一堆 有人发问说有人接破过达文西的脑袋吗? 达文西跑去哪里都不知道啦 一般来说达文西是文力复兴时期的人嘛 武力复兴时期有四个人,就达文西还有达文西还有谁?米开朗基罗 拉菲尔、多纳泰罗 他们通通住在下水道里面当时 然后他们非常喜欢吃披萨 上面加的各种起司的披萨是他们的最爱 以上全部出自于忍者龟的电影里面 不相关啦,达文西是非常多年前的事情 四百多、四五百年前的人了 非常久远的一个人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所想的事情啊 非常多都是不太可行的 要先举例嘛,先举例来说好了 举例来说,他当时想坐一个直升飞机 大概像这个样子 这个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系列 在我的左手边堆的跟山一样的这一堆系列里面 有一个就是直升机 哼啊,我这样子已经没有按照顺序了 我会引发山崩 好,先撇开直升机了 算了,先说直升机这个事情 他大概是这样子 他想要做一个直升机 他觉得如果像叶片像这个样子之后一直转啊 他这个东西就会 飞起来 飞起来 对 诶,那会上一下下 有吗 好 所以他这个啊 在这个版本是他一个非常有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达文西的一个版本啊 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跟另外 那人要在哪里 人要 在泰国 人要 那人要站在哪 他是直升机 那坐的人呢 哦,好 这个是一个木头坐的 这个大家有看到 这也是一个木头坐的一个 这样子达文西直升机的模型 当时达文西的想法就是说 假设 假设这里有人一直转 人站在这里一直转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就会自己 诶,大家有看到吗 这里有一根一根的 那可以坐几个人 在 在有一个基师吗 好,基师 基师 基师是一种面 好 我示范一下 这个东西 它整个的 这个系列最有趣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于说 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动 所以理论上 我把它装起来之后 把它旋转了之后 吵死了 大家有听到这种鸟叫的声音 好像才很有音乐跑出来 好 我把它释放开之后 它就会 飞走吗 喔 可以 它上下动了一下 它会上上下下的动一下 它上下下动只是它的模拟 这个一定要说一下 有些客人啊 会转转转 然后它就会像主心品一样 飞走 飞走 是不对的 它只是上上下下 它只是它模型 模型 不过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人是站在那个平台上 嗯 转转转 这样 快点快点 如果你的镜头拉得够近的话 嗯 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是全部是木头做的 逻辑也是 它有一个把手 你可以转转转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直升机旋转的样子 哦 大概像这样子 然后你把它解开之后 炒了点 要不然从上面看还蛮美的 你可以拉低一点吗 你可以把它放低 好 大家如果不再知道人在哪里啊 这一盒的上面有跟大家说一下人在什么位置 这侧面有没有 小编会帮忙对一下 这样 它这里显示的就是一群热高人在中间推那根杆子 所以放热高人也可以吗 所以当时 它认为在这个地方占人 然后人推这个杆子 上面这个转的时候 人就会这样飞走 然后就会这样子 这是达文西 心目中的直升机 后来没有成功 有可能是因为太晕 有可能会太晕 靠近中口一点 要不然小编会拍不到 老编 刚才说到哪儿 所以这个啊 这个就是我们跟那家公司重新合作的一个版本 这是我们推出的一个 达文西系列全部都是小模型 你自己要DIY 但是我们把它做成像一本一本的书 它侧面就是达文西的头 这是它的系列 所以你一系列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摆成一个系列 大概会像这个样子 好像小时候会有 有到你家去特意消的百科全数 人家啊 齁!你一次买这六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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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流行啊 他加码什么 这很流行 计时器 他计时器给我摆在桌上 计时器摆出来 好 但是我们的设计比较特别 我们把它 虽然它外观看起来像是一本书啊 实际上啊 我们也把它做得像是一本书 所以第一页可以打开 第一页打开 就会介绍这个 这个直升飞机的一些细节 它是的动态 它的故事 然后跟达文西的生平 都会写在这一边 然后第二页呢 诶!没第二页了 因为它其实只是一个盒子 它只是个盒子啊 我采取了 它只是个孩子的梗 但是我怕大家不太知道 有人如果没有看过那几个YouTube的 所以它是一个盒子 不是个孩子 打开了这个盒子之后呢 你就会拿出了 一个 有点像模型般的组合的零件 所以你组合了这个零件之后呢 就会变成了这样子的一个 达文西的直升机 要多久 从你开始 网路下班开始 哈哈哈 精油黑猫 到你的手上 大概要一两天的时间 到你的手上把它组起来呢 速度快十分钟就搞定了 速度慢可能就十五分钟 嗯 说明书没写时间吗 好像没有耶 因为每一个的时间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我记得同事好像做了大概三十分钟吧 但是他天分不高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 这大概是 这大概是他的说明书 说明书 这个是中英的说明书 然后里面还有 我们自己赛先生的人头在这里 不知道干嘛用的 嘿 好 注意事项 我帮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的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小朋友不能吃 此主见是 达文西空中螺旋桨的复制品 也是现在直升机的先驱 不是当时的真品 怕有人以为买到真的 真的有这种注意事项吗 这真的有这种注意事项 怕有人买到以为是真的 然后拿去卖 说这达文西啦 卖你十五万 没有办法 没有非常贵 这惊吓了 怎么会有这种注意事项 从结构上看来无法飞行 所以如果你一直帮它加速 有可能是飞不起来的 OK 好 它里面有机械弹簧 来控制机身的旋转和垂直运动 是后来加的 本来没有的 它里面会写这个模型 跟当时达文西的想法 大概有多少的差距 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就是底下这个是它的展示台 上面是达文西的小飞机 有人留言说 我要看你剃光头耶 叫它出来面对 没有 喔 为什么 为什么要剃光头 后面是因为上次有说 有一则分享七十 分享七十吗 我不知道耶 我们大概 我再跟大家复述一次 马上可以 那个时候是说 分享超过五十的时候 送我们的波波船 波波船在旁边stand by 嗯 分享六十的时候 波波船上加北极熊 哈 好 北极熊很贵耶 老板 哦 分享 超过三百才提头啊 这是德国进口 德国进口 德国进口北极熊 哦 跟北极 那一支不太一样 努特 之前叫努特吧 有一支北极熊 OK 是吗 还是已经破三百了 如果破三百的话 我真的找一个同事来剔头 同事也太倒霉了吧 好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样子 把它组成这个样子 然后它每一个 我们今天介绍的 达文西的 的 系列 都是可以walk的系列 推测 推测 OK嘛 这就是你这样子 是一本书 我们介绍完了第一本 我把它放到这里来 首先第一本在这里 有一个黄 不知道是念士明 他说 谁可以按照影片做出来要剔头 做什么啊 波波船吗 不是吧 哦 不好意思 小飞就是爱人家跟人家堵剔头 之前有一个用蛋壳做 用蛋壳溶解不知道做什么去了 那也没人做出来啊 对不对 好 我们说的不是可不可以 我们是你要能够做得出来啊 不然我人也是可以上太空 有人说拿扇子很像说书人 嘿 拍案叫绝 是这样吗 说书人是这样吗 拍案叫绝 你知道为什么要拿扇子吗 因为万一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 发现牙缝有卡东西 就可以这样子 也太娘了吧 你的扇子不能有更 男子嗨眼的用法吗 是喔 不能男子嗨眼用法吗 啊不然呢 我牙缝有卡东西要怎么 就离开你的菜 好 第二个 第二本书 有人问你有几把扇子 扇子有一些 这把是 我跟你讲 如果说到扇子 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扇子好了 这个是日本的一个百年 还是三百年啊 不知道百年还是三百年出的一把扇子 它上面其实是一把尺 告诉你做人要有规矩的一把尺 哦 所以是这个含义喔 我以为是让你随时方便量东西 真的 要量什么 不知道啊 但是 小编的时候 诶 不是不是 没理由 不是 就是 它上面是一个尺 就是提醒你做人要有规矩 然后扇子在日本有前途是井的意思 因为它会从这里开展开来 哦 还有道理哦 哦 那顺便 既然说到扇子 到底是有安插櫻花专员吗 扇子 你到底去哪 我去拿扇子啊 你知道在台湾搜扇子 就是散了的意思吗 如果你要跟你的男女朋友分手 就来赛先生工厂买扇子 不要这样子嘛 不要这样子 我其实到时候我们还会出扇子 到时候你打开扇子 有可能这里写 化学员素表 那你考试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 先这样子删风 如果你不会写的时候 你就这样子 倒是 你觉得 全班大家如果都是我们做老师 会觉得很怪 就觉得很热而已啦 就觉得很热 夏天的时候你这个考试可以用 那这把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把 它上面写的就会是 东 来 喂东 喂 喂 这是喂字吗 未来吗 未来 这是未来吗 可以再看一次吗 喔 他这里闪谷就会是 开磅型的 然后整个收起来 都是一个比较扁的 一个小扇子 有没有 好像 这好像 日本人用来下围棋 的时候用他来抓头 围棋要抓头 送给柯温哲 他之后抓头 哈哈哈哈 好 有人问 有人 林雅芳说 你手上这把紫龟扇是一间四百年的老店 四百年的老店 赛先生有在买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更妙事 现在有在特价 现在在特价 一场的便宜 我就是看到便宜才赶快拿出来用的啊 我跟你讲 不然本来是不给我用的啊 扇子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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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生 实习生说原来 今天演讲的时候 扇监手上拿着扇子 写的是未来 不然写过去不吉利啊 Future 第一面写星野 为什么 有一个女星叫未来星野 不知道欸 但是星野未来 马上Google 不跟要给我是什么A片的 我会生气 哈哈哈哈 黄先生不要是A片哦 好 听到 诶 我们这个 这一个要放在哪 我本来想说把它摆成一系列 好 系列一 系列一 系列二是 应该 对对对 他可能要 还是可以先放地上 我想要让他有那种梳立在一起的感觉 放后面呢 放你的后面 你后面 好 我放这一格好了 好不好 大家看他放起来的样子 这一格呢 这里放的是我们的IF奖状 好 先把IF奖状拿下来 IF是 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工业设计的奖 但是 我们先把 世界最高的奖 我们把它放地上 没什么 在台湾所有设计师身上 都要挂一两个IF 要说到哪 好 我说来介绍 然后这一个叫做 英文不好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 这个叫做 the clock 就是钟的意思 那这个钟啊 的意思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好 那好像要放钱 放钱 有钱能死 鬼推磨 不然想要是用钟的梗 是不是 想不到什么 缺钱吗 对啊 所有零钱去哪 缺铜板 欸 刚刚有一堆的啊 刚刚小编提供了你将近 五六千块 哈哈哈 小石块钱要还我 哈哈 这是我接下来的 好 这个就是 把钱放在这里 有人问 哈哈 有人说 今天演讲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没有像直播好玩 大胆 没有吧 演演讲当然要正经一点 要不然 你想要把我们旁边的阿嬷 我这些像 下面好像有阿嬷 想要把阿嬷气死 欸是吗 我觉得演讲的蛮好玩的 是谁 我觉得演讲不能太轻鼓 会被 有人问说可以用钞票吗 你是要用钞票来打脸吗 可以对对 大概五千块 你帮我准备个五千块钞票 帮我送到 等一下我想问许超然 还是他是停留在扇子 说你可以用钞票当扇子 的那个 我不太知道 演讲的精神是传播知识阿 直播只是喇勒一下而已 哈哈 哈哈哈哈 欸 喔 钟 他好像 你用了五十块耶 就我零钱不够阿 所以他只要重量够就可以 小编阿 你那个整个钟没有进去阿 哎呀 跑出去了 等一下 可以把你的盒子移开吗 小编有一点难移 谢谢 再移开一点 谢谢 好 这个钟也是一样的概念阿 就是说我们把它打开之后呢 你会得到的就是他的钟的沙龙罩 在这一个地方 然后还是达文西的一生 当作第一个 然后这个不是折到的 这假装折到 你摸起来是平的 请放心 合起来看起来像是一本书 我现在想一想 我们应该把达文西的一生分成六集 现在连拍电影都六集上架子 好 好 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钟的结构的一个 一个 不好意思 你的盒子放你胸前的话 那个钟会有一点点 好 不好意思 所以我先把这个盒子 这个钟的这个部分 再放到这里来 好 刚才是谁有趣阿 呃 有实习生说今天演讲很幽默 所以表示他应该有去 然后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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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1 3 哦 他说演讲非常有趣笑死我了 有人问这个时钟准不准 诶 85块的死因表比较准阿 不行 他应该 他应该没办法走太久吧 还有人问多少钱 哦他可以走很久喔 哦 这要多少钱看一下 书名川费多少钱 不知道是多少钱能够驱动他 还是这个钟要卖多少钱 这钟好像 没有太多钱了 可能要上赛先生的网站 帮我们搜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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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底下有樱花转远 待会我会上 但是理论上啊 这个钟比较特别 刚才有说可以转多久啊 这个钟啊 他这个钟啊 可以选择放在桌上 或者把它挂在墙上 所以你其实是可以把它挂在墙上 像这样子这样 是我的手是墙 他就可以挂在墙上 挂墙上可以不用装笛吗 可以 他会有一个装门挂墙用的笛 他这笛是可以看 阿哉 你可以把钟拿起来 让我看一下钟的世界 所以他这个钟是真实的 钟的机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是真实的钟的机构 真的真的 我们钟的那集直播你没看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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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阿丢 所以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把它挂在墙壁上的话 你的这个东西啊 就可以把它加长 这条线就可以把它加长 所以它就可以走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它可以走很久很久 看你家几层楼 如果你把它掉在十层楼高 一直往下你家又挑空的话 它就可以走非常非常的久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走起来有钟的声音 有有有 但是它没有秒针 没有秒针 如果你的钟手太快的话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如果你的钟手太快 你就把这个往外拉一些些 这应该 我看一下怎么拉往外 反正就是把它往外推一些些 如果你的钟走的比较慢 你就往内一些些 这两颗 这两颗左右移动的这个东西 有点像是钟的 有一些机械钟会有个摆锤 有没有 你的机械表里面会有个摆轮 摆轮是一个会这样子左右振动的轮 这个左右往复进行的东西 形成的把时间切成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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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就是给钟带来动力 然后这个钟就会一直走 大概是这样 这个就会左右摆 这个水滴壮的也是一个重量的东西吗 也很重啊 不是这个异常的造型的造型的 我个人不太知道要干嘛用的 好 我们还有一个大人的科学的杂志啊 跟这个钟有一点点像是一样还是不太长 你要看吗 嗯 这我说这样 好麻烦哦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吧 我们这个比大人的科学好看啊 哈哈 大人科学那个也后来也绝反了 沈大川说我也喜欢达文系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达文系的 还有沈大川写刷卡 哈哈 是喜欢达文系 我喜欢这个钟 我这里应该摆倒数技术器有没有 看看达文系 感恩达文系 好 这就是一些跟达文系有关的 我来看一下说明书 这个钟到底跟达文系有什么关 诶我们是原文的字 哦 没有没有 说明书是中英的 大家放心 我亲自看过的 我没翻 但是因为字很少所以 好 注意事项 这不是真的达文系设计的钟 没礼貌 是什么啊 跟刚刚那个一样 拆掉包装前 请先检查零件清单 哦 不以为 等一下 我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他 他 刚才要看什么 刚才有说要看 有人说电波钟 啊他不是 海格力派 海派力格不好意思 说电波钟 这不是电波钟 大人的科学有 另外一款 大人科学后来出了一个电波钟 但是在他出电波钟之前 啊算算算算算 我去拿给大家看一下 我请小编帮忙支撑一下 好 我来讲一个达文系的八卦 我刚好都上看 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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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特别被证实 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个八卦 所以如果你看到了大卦像之后 你就可以拿这一把尺 它上面刚好有刻度 那你就可以量一下 刀像很大耶 你的尺太小了吧 哦是哦 好 这一个就是当时 大人的科学出的一个机械钟 两个构造有点雷同 很像耶 嗯 雷同 可以看到正面吗 其实就是正面 哦正面哦 它的那个时间的那个盘 跟它的指针被我拿去玩了 他可以看背面吗 假设它背面是这样子 哦 好 假设我用手当作动力给它 然后上面这个应该理论上也会左右的摆动 嘿 嘿 哦 有有有 我用側面给大家看一下 他走比较慢啊 我手比较虚啊 哎他走的比较慢 有人问说桌上的钟怎么不动了 嘿 可能钱不够吧 哎 对 这样子通常这种时候就要再加重 对不对 加钱 给钱 加钱 怎么会这样 而且 二十八都要去买虚杀 而且我们都是给十块十块啊 不知道它是不是可以放更多 放 就呃 譬如说全部都放五十 对啊你也知道嘛 它只是一个模型 偶尔卡卡的也是会正常的 因为我们现在掉的这个是钱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坨钱 当时啊 当时啊 当时的这个东西啊 底下掉的是一罐装满水的宝特瓶啊 哦 所以它这个东西 两个的动力是 来源是不一样的 然后两个的齿轮的方式也不一样 这个叫做 大人的科学 这个采用的是一个我们常称的一个叫做黄罐齿轮 小百钱不够 我没零钱了 啊 找到了 我把它换一下 我们现在是用牌币十块啊 应该用五十块搞不好 还是用很多钱 日本钱 欸 这有放满吗 好 有人说那个百钱是不是要让它 它荡来荡去 它荡来荡去 它不是一直到圈圈 它说的荡来荡去是 是指那个 那个 水珠型的百锤吗 哦 水滴的这个是一个装饰用的 保持平衡 你的荡来荡去指的是那个 有一种大宗会 堵堵堵堵堵 大宗是什么大宗 古老的大宗 它有一个钟摆这样左右 没有但是但是这个这个东 的形式是一个非常 年份也非常久了 我有一个1640年的钟 钟 用的就是 钟 曾经直播有一集 大家可以到那集去看 我那个1640年 理论上好像1640年 我忘记的 这个钟 所以现在这个达文西走走停停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 产品保固有问题的话 打电话给达文西 哈哈 哈哈 他都说保固 这个是要什么保固啊 打给达文西 没有 轩铃剑可以打给我们了 如果有问题 一定是达文西 觉得设计不好 达文西设计图的问题 好 这个我们花了非常多的 你刚刚说 垂重应该是怕线回转造成打击 好像不是 好像是怕它冰饼 理论上好像怕它翻过去 但是因为 两边的重量比也其实差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不太知道是为什么 曲超然问说有转发条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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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一款没有 这个钟不是上发条的 诶 那它这个有一个像发条的东西 哪里 你看它正前方 这个是吗 哦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要把这个卷上去的 我卷给大家看 所有的钟都是 机械钟啊 有两种嘛 有些是上发条的 手表上发条的比较多啦 对啊 你可以拿高一点嘛 好 谢谢 谢谢 好 这个啊 就是我卷的时候 这个就会上去 像你咕咕钟啊 咕咕钟底下 不是有像松果的东西 所以它就会有慢慢的 钟在走的时候 那个松果就会慢慢的往下走 然后就另外一条线把它拉上去 那这个就是你卷动这个地方 会把它拉上去 很大猜说1640年 满清路关前四年 为什么啊 这是 怎么有可能 蛮清路关后 有可能 好 搞定 就上去了 它就再往下 所以它这个是上发条 是卷线 对 好 你可以讲 而且太重它就会太快 你知道吗 呃 是的 哈哈哈 OK 好 这个机械钟退休 好 至少你看我们的钟长这个样子 大人的科学 哦 买了 我们也有卖大人的科学 哦哦哦 大人科学我很喜欢 这个钟我很喜欢 当时做了一些改造 所以中间的机芯拿掉一部分 然后钟已经退休了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 我们后来没有继续进行的一个钟 因为仓库空间有限 所以有可能会在下一阶段才出 但是 但是也是这个达文西系列的一个钟 这种钟啊 在更古老之前 钟的摩集大概是这样子 大家也都看直播那么久了 也都知道我个人很喜欢各种奇怪的钟嘛 不好意思 大人的科学钟可以给我吗 不行 你要花钱买 哈哈哈 借我 我帮你那个 我怕镜头太复杂了 然后现在进来的朋友 想说这一支到底什么鬼啊 怎么那么多东西啊 好 这个啊是叫做飞百钟 飞百钟就是 他理论上就是有一个东西上面绑了一条绳子 啊底下 底下大家有看到这一个铁片是我们乱家的 我们 同事乱家的一个铁片 理论上这有点像是一个千球 小千球会在这里 然后这个东西呢 他会这样子飞过来 勾住这里 咻咻咻 然后再绕到这一根 再咻咻咻 然后再解开 然后又会忽然间 这整根又会飞过来 然后勾在这里 绕圈圈咻咻咻 然后再绕过去 又essment 又有点uitive 又要解开 这个应该我们有机会的话 会在下一个阶段推出 海派蒂格应该有看10周那一集 因为他说 感觉好像已经讲过了之前 有 但是没看过 这个当时是我很 他显然这样拉的到嘛 好 他walk 起来大概会像 我把它卷上去 这也是卷线的 对对对 好像起重机喔 难跟钟联想喔 好 其实钟不太容易 就是这样子卷过去 甩过去 现在是有钟是这样长这样吗 好像有耶 我好像在哪里看过耶 以前轻石有在外 蜻蜓 蜻蜓 但是这个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钟 而且同事好巧妙 为什么换了这东西 是不是把它搞丢啦 有可能把中间的一个牵球搞丢了 所以他应该是一颗球 他就是绕到 两根杆子把它绕在一起之后 他会单独的绕底下那一根 然后又就骰开之后 绕那边 我从尾巴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这样可以吗 还蛮安静的耶 然后就是按到这样子 把时间分成一段一段的 时间分一段 喔有在走了 他没转一次 你看底下的盘面 盘面会走 有人问说他是不是重心不稳啊 没有 为什么 他本身就大概是这个样子耶 歪歪嘛 呵呵呵 那选招人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歪歪的 不过这个钟真的还蛮好乱的 而且他好安静喔 有没有做什么密室逃脱工作 我觉得这好像是什么 密室逃脱里面会出现的 而且他每次一走都走好大一个喔 看这边 他只要有时候没控制好 他理论上前面都能放那个小夹子 小夹子会乱打爆东西啊 所以他乱飞 OK 好 喔喔喔喔喔喔 这就是没有固定的 没有固定好的那个 好 钱还我 好这个是我们的 有一个说这个可以看很久 这个可以看很久 非百钟非常的疗愈 而且非常的罕见 如果你在外面旅游 还是什么的 在古董市场有看到非百钟的话 容易吗 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有看到 不管多少钱都要把它买下来 请问我们要这么怂恿大家 呵呵呵呵 但是今天只要 呵呵呵呵 我把今天 他买解猴子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今天暂时没有买 这个有要一个倒数计时 只剩下一分钟 来 滑枝 好 现在要说什么 哦 有人说这个很好玩 有王子吗 诶 小 那个 我们有小编 因为他专演赶快把王子补充下去 有小编帮我们置顶 好 有人问没有夹小夹子 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效果 对 没有夹小夹子 没这个效果 但是但是 但是 它里面有附一个小猪猪啊 猪猪不知道玩去哪里的 你知道吗 我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 待会 待会跟大家介绍同时期 你就知道为什么公司的猪猪都会不见了 等一下 我们要解释一下 事实上 原犯 它不是小夹子 小夹子是因为我们把零件搞丢了 错误示范 我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是达文西的另外一个系列 是它的经典版的一个飞行器 然后按照传统帮大家看一下 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依然是飞行器的沙龙罩 然后以及达文西的一生 这个飞行器还蛮特别 它有受过达文西博物馆认证 达文西博物馆认证之后啊 这里会写了一个叫做L3 不是LP33哦 它是用金球剧 这个达文西的博物馆认证之后 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跟 达文西的东西复刻的程度很高的东西 有一些就稍微不相 不是那么正相关 哦 苏明川有说买这一件事 他有买这个 哦 谢谢谢谢 我再帮大家看一下 注意事项 为什么大家注意事项全部都不太一样了 我可以坐在上面吗 我可以哦 不是 大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动态的结果 它这个东西就旁边有一个 一个把手之后啊 这个把手你要先把它用到lock 这样子把它锁起来之后 然后就开始上发条 这个就上发条了 有一个小小的发条盒在里面 既然有人买过 我很好奇 苏明川花了多少时间组啊 组终时间 我可以看一下它的从顶上看 对对对对对 事实上哦 这样还蛮美的 呸 呸 看谁 哈哈哈哈 那你想干嘛 第四台模式 是美妆吗 还是美妆 呸 这样吗 有啊 有个背景 不用不用 它本来就还蛮清楚的啊 好 要飞吗 要飞吗 好 所以啊 你只要把它上了发条之后 你开 把这个往前推 轻轻的一推 哦 可以从不同面看吗 哦 我模拟它非常 哈哈哈 你都不会 而且中间有一个洞 不知道要干嘛的 做人啊 要有人躺在上 热膏 好 家里 有热膏的小朋友 你理论上啊 你不能在这个 是没有解锁的状态下 一直转它 它就会一直拍翅膀 你要把它锁起来之后 才能够转它 好 这个帮大家 为什么说要看一下说明书 首先呢 达文希没有使用 旋转跟往复运动的原理 在这个飞行器上 因为当时达文希 想的是有一个人在上面 在这个部分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木头系列 里面有这个东西 我们的注意事项有深奥 我以为注意事项会是说 不能放到嘴巴里哦 这样子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传递姿势啊 这个啊 是木头的版本 同样的一个机器 但是这个就是你手转 它就会一直动的 煮起来也比较大 煮起来大概这么大 然后这个啊 它里面就当时 他想要达文希的如意算盘 比较偏向于把人 做成这个样子 哪里有人啊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个人头 哦 人脚 人手人脚 木头座的人 哦 嗯 嗯 是哦 所以这两台是一样的 诶 对 哦 这台我们刚才用的时候 八条驱动 那达文希 当时想的不是八条驱动 他就想说有一个人在里面 在呜呜呜呜呜呜 啊 角推手拉 然后就這樣 这个东西可以拍翅膀 所以他是像毛毛虫 这样呜呜呜呜呜 这样子嘛 这样动嘛 角推手拉 不明 因为他当时留下的图 大概就是这个图 达文希的当时的 这个直送飞机的图 哦 哦 这个也非常的有趣啊 这个是全部木头做的 然后转动起来也非常的有趣 你就是摆在家里桌书桌上 想要摆在那种超大的花应该可以 这比较大 它煮起来就大概 大概这么大吧 就是大到你妈妈会生气 会说要求你 然后 注意事项还有此机器 当时设计的时候 并没有用机翼弧度改变的原理 大家也知道 机翼是一个前后尾薄的一个构造 那它当时有布吗 原始的原理是利用 翅膀弯曲与线性结构的结合 好 以上 没有实体化过 没有实体化过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3D印表机 好 在刷哪 这个东西不能乱算 有人说达恩西好聪明喔 达恩西真的是天才 达恩西是一个天才 他真的很跨了18个领域 各个领域 如果有看过他 小编说说18领域 有啦 18个领域 你这个太简单了 小编可是有做过功课才来的 你要不要猜来几个 首先绘画 音乐 因为我没听过达恩西的音乐 达恩西 这你就浅了 达恩西之前有做一个东西 你一直推动的时候 扭马拉它的时候 可以自己打鼓的一个自动音乐装置 啊 你这个小编 数学 几何学 他在几何学上好像有很特殊的贡献 解剖学 大家应该都看过画嘛 生理学 动物学 植物学 天文学 气象学 地质学 地理学 物理学 光学 力学 土木工程 还有他同时也是个发明家 而且每个领域都是显著的成就 当然他画了蒙娜丽莎的微笑 我记得他好像还做了一些排水系统 为一些都市的那个 显然是个公务员 实际上他当时是不是个公务员啊 所以公务员就要全包的那种 达恩西系列 第几发了 现在第几发 看属你背后的盒子应该 但是 背后有三盒 这里加 诶 怎么了 你的鸟要不要也 鸟出去了 谁谁 鸟要飞啊 今天要介绍的是 达恩西系列的船 我不知道叫什么船 但绝对暂时不是波波船 他是一个 达恩西小快艇 可以这样吗 不知道 但他搞不好 是他的上班工具 他就画了一艘 好 达恩西有可能住在海边 所以他 是应该河 河边的船 河边的船 但是这条船的特点 就是他实际可以walk 还可以调整速度 就是你把它 这里有一个盒子 我跟大家看一下说明书 记得这 每一盒 因为当时我在写 那个说明书的时候 他每一盒的 说明书的注意事项都不太一样 我有印象中 小编看不下去了补充 我看一下 有人 批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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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业船 好 这个我没看错 讲业船 不是波波船 听起来有像人民 说到波波船 大家看 这个可是一个有六根排气管波波船 帅气程度比较高 然後還有一個駕駛 歹歹我們駕駛 北京是上禮拜的 上禮拜的吼 對啊你這個 上禮拜 你以為上禮拜的哏 我這個禮拜就沒辦法用 我跟妳講 北極熊講夜船 皆さん 好 熊 好像 感覺好像會 好 講夜船就是 它有一個注意事項 就是你在轉發條的時候啊 手要記得先抓住 Prepela Prepela 中文叫做 Prepela 中文叫做螺旋甲 有人問說這個船 可以放水裡嗎 可以 你放油裡也可以 看你油溫多少 可以看一下它的面嗎 裡面 裡面大概是要做到 全部都是磁潤 然後這裡是一個八條蚊 帶洞 所以洗澡的時候可以拿來 洗澡玩具 可以可以可以 它的褲子要穿好 不然這個打到 你洗澡的時候這樣 好快喔 好快喔 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非常優雅的轉 它非常優雅的轉 應該是拿臉盆裝水 我們有臉盆裝水嗎 沒有 好 我們沒有臉盆裝水 有空大家自己看看影片喔 就是 這個船啊 它為什麼現在轉那麼快 是因為它沒有阻力 就是雨上岸會一直亂跳 也是因為這樣子 你忽然間沒有阻力了之後 它就跑得很快 如果有阻力的話 它就會大概 它都都都都都都這樣子 這裡有一個舵 舵去頂到了 這裡可以有一個舵 可以控制到左右 但是現在舵去頂到 北極熊的屁股 北極熊坐到了 北極熊坐到了 所以這個舵 現在這條轉圈圈 不要北極熊不就好 啊 我知道我知道 北極熊去船頭 一般來說 如果在端午節的時候 北極熊的這個位置 要負責去奪旗 那就靠近終點的時候 北極熊就變成這樣子 北極熊好有西幹喔 北極熊你看那邊好不好 那邊好 它就要奪旗 所以現在就是 現在我們的這個 嘻哈北極熊 它暫時就是要 有人問格雄有賣嗎 格雄 格雄有賣 格雄 那個熊 那個熊 常常會來是說那個熊 有有有 有上限了嗎 嗯 還是有我們就在 這個也是一個歷史 非常悠久的西德的一個 因為那個時候還叫西德 所以它身上當時的模具 寫的還是西德的一個模具 所以到時候 大家拿到的時候 會是一個西德的北極熊 那我們現在正在做它的包裝 包裝也做完了 現在等貼紙 貼紙也做完了 應該禮拜五有到 上禮拜五有到 熊貝君說 有沒有拿水盆 但是我們 不好意思 今天沒有 水盆我的 然後去跟貓咪玩了 好 然後這個還可以調整速度 它這裡還有一個調整速度的 一個機關 不知道跑去哪了 調整速度 就可以轉快點或轉慢一點 對啊 有人說官網有賣450 謝謝 謝謝 賠波 賠波是什麼 加碼 他這裡還有速率選擇 這裡有一個小機關 你在組裝的時候 可以調整高中低速率 所以達文熙在畫的時候 就已經先想好了 速率選擇 對啊 說明書也幫大家寫好了 謝謝達文熙先生 對啊 船要速度幹嘛 沒有啦 他這個我幫你看一下 他這次沒有 這份沒有寫到 跟當時的講夜傳有多大差別 不過大家 大家記得 這個東西他不用膠水 也不用 不用膠水 不用電池 也不用上漆 他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是一個古老的一個造型 船還不錯 北極熊不寒 有哪些東西是達文熙 真的有做出來的 船鋪上有沒有 不可考吧 應該不可考 因為四百多年前 蒙娜麗莎的微笑啊 是房西畫的 房西 不知道 大家知道 蒙娜麗莎的微笑 他真的就大概這麼大幅而已 小小的 笑的 在羅浮宮 沒看過 哈哈 我沒看過 當現場看有很美嗎 有笑笑的 嘿嘿嘿 呵呵呵呵 好 倒數計時 個人啊 當時啊 當時 如果大家有看鐘的那一集啊 我當時有說到有一個鐘 是我心目中夢幻的一個鐘 然後他那個鐘啊 叫做滾珠鐘 滾珠鐘啊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盤子 珠子會在上面轉 所以啊 這家公司 他就把這個東西做了出來 就是這個滾珠鐘的一個模型 滾珠鐘的盒子大概長這個樣子 裡面打開依然有滾珠鐘的沙龍道 哦 然後這個不是一個投石器 哦 在這個就是 這不是投石器 哦 好 滾珠鐘的原理啊 就是 反正 鐘的一個最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如何把時間切成一段一段 就是你把一個動力給他嘛 不管用重錘或者是用發條 你給他一個動力 你如何把這個動力 結成一段一段一段的 剛才 剛才我們的這個鐘啊 插 插進來 這個鐘就是用這樣子的左右擺動 讓時間被切成一段一段的 那我們手錶裡面的就是用擺輪 讓它變成是一段一段的 有一些各種不同的一個機制 有一些用擺錘的 那這個鐘很特別 它用的就是一個珠子 在這個W型的軌道上面走 的時候來做一個 一個切時間的方式 哦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首先啊 我們要在這個手背這裡啊 放錢 就要放錢 當時塔文西是怎麼想的啊 塔文西的不用放錢啦 這次給它動力動力 啊 Jesus 跟皇帝騙錢 對不對 哦 給它動力 那多少呢 呃 多少錢老闆 我也不知道大家調一下 這個桿子的長短啊 這個桿子的長短 都可以再調整 錢幣的重量也可以再加減 所以你可以 如果你的這個時鐘 過得特別的快 你就把它往這邊移一些 啊 如果你它時間走得特別慢 你就往外移 如果不夠長 你再用竹筷子把它延長 哦 延長去美國也可以 所以 OK OK嗎 嗯 所以啊 這個珠子 這裡有一顆珠子啊 它就會在這個盤面上面走下來 哦 開始了 很安靜欸 哦 哦 那時間在哪 好啊 時間要待會 怎麼晃成這個樣子 應該是紫盒不穩 不過 不過 像是 搖小潤說的 是好療癒喔 欸 馬上卡住 而且球好鼓勵喔 錢會不夠 喔 喔 我們要看時間嗎 好 好 這個盪盪走到底的時候 就是 現在幾點鐘喔 不是 現在幾點鐘的時候 你就偷偷沒有 用一下你的手錶 好 這個啊 拉上來 這就是動力的輸出嘛 那 時間啊 會在後面這裡 哦 它暫時的做法是這樣子 真實的東西 還會牽涉更多的齒輪 更多的結構 這裡 嘿嘿 這裡 它動起來的話 大概是 這樣子 哦 計時器 給大家聽一下它的聲音 哎呀 打到麥克風 哈哈哈哈 計時器耶 它完全是計時器 刷牙都可以放到裡面 一定要掃完一次才可以刷 好 真實的版本啊 真實版本的滾珠中啊 它會牽涉到 就是這個盤子會比較大 然後珠子走的時間會比較長 它整個動力輸出的部分用的也是發條 不是用錢的這個部分齁 所以如果大家 有搜尋滾珠中 它就是有點像是一個塔 有點是神殿的樣式 然後中的時間會在這個上面 然後底下有一個盤子 然後用這樣子的機構來 類似的機構來運作的一個中 有人說滾珠是把左右兩個黑黑長長的推開 讓它掉下去嗎 它是把它推開 這個就是把它頂住齁 然後它撞到之後這一根就會往右 各位觀眾我們聲音還在 但是我們的影像稍微有中斷齁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人還在 等我一下齁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我把它切到 欸現在已經回來了管它了 所以一閃流可能沒有人發現 哈哈哈哈 好看著說到哪 滾珠中 這個部分就是 它這個珠子撞下去的時候 會把這個桿子頂開 頂開我用手動給大家看 頂開的這個部分 它有一個夾子 會把它勾住 它頂開了之後 頂開之後 這個就會翻過來 下去之後 底下的這個又卡進來 這個就會再卡進來 它又再頂開 空囉 這樣子 但是我們有些店面 好像要擺這一塊 好 如果兩邊 開始加速了 如果兩邊都沒有勾住的話 齁 就是在這邊會被頂開 然後就翻過來 不好意思 然後這邊被頂開 會翻過來 這邊頂開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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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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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這樣子 好 珠子 被搞得很心煩 嘿 哈哈 哈哈 欸我們下個禮拜 在信義的威秀嗎 影城 對 我在想 搞不好現場可以放一些模型樣品 然後等大家最近有看電影的話 就可以 下週我們會在信義的威秀影城 會有我們的一個 新的專櫃 新的專櫃 信義的 在映樓 所以看電影 沙沙 因為為什麼這名字會念這麼久呢 因為我以前都一直把它叫做華納威秀 直到我過了一段時間才發現華納已經不在台灣了 所以只剩下威秀 反正在威秀影城裡面會有我們的最新的一個點 我們會把這些東西盡量的擺到那邊去 因為其他的點都有擺數個了 好 現在接下來的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滾珠東 最後的最後 我們滾珠東結束了之後 就會跳到一個比較 我最喜歡的一個系列 哎呀擺不下去了 擺第二個 把這個拿走好了 這本書是我們2011TID得獎的年鑑裡面 有我們自己的作品 TID是台灣 世界設計最高級的獎項 你也知道台灣的設計師身上都要揹幾個TID的獎 也放了 哎 已經沒有 介紹完畢了嗎 還沒還沒還沒 是不是還有一個 登登登 有人說好幾組都想買 はい 時鐘在這裡 這個啊 打開之後 依然是投石器的 哎為什麼投石器在封面就有殺龍道 寫真 其他也有吧 是喔 大家應該都有 這個是投石器 我個人最喜歡的投石器系列 對 投石器事實上也是我們賣最好的 齁 大家都有想丟出去的東西 哈哈 打開大概 喔 投石器很紮實的 裡面有副石頭嗎 齁 你就可以自己組起來 不用澆水不用電池 啊 投石器為什麼是電池 好 這系列全部都不用澆水嗎 操作注意事項 請物對著人動物或任何易碎物品進行彈射 沒錯 請物操作靠近人臉位置 沒錯同意 請物使用零件內容物 沒有一個東西能吃的啦 因為它裡面有看起來像 它的一個 可以理解 它的石頭很像糖果 很像糖果 很像糖果 林雅芳問全套一起買有沒有打折 欸我們目前還沒有這麼想 有道理喔 沒有想過有人這麼瘋 但是 Good job 可以可以可以研究 請物修改或調整零件來增加彈射的威力 這個 可以理解 你改這個就跟改槍一樣齁 是辦法的 沒有辦法啦 但是 它有可能彈出去是一個大火球啊 砰 這樣子 這個在很多戰爭片裡面都有 是不是達文西最速度 達文西的投石器 給大家看一下達文西投石器的圖好了 達文西當時怎麼畫的咩 我記得投石器有兩個 啊這個也是武器 啊這個也是一個木頭做的 達文西當時做的坦克 這些都是砲台 這一台可以走來走去 然後就可以亂發射 事實上啊 有一部電影叫做飆風戰警 是威爾史密斯演的 它裡面有把達文西的這個機器 可以做一個出來耶 就是一個砲台 大家都躲在裡面射 是喔 嗯 你怎麼懂這麼多 很窄啊 好 這個啊就是它側面的圖啊 就是達文西的投石器的圖 複刻的程度很高 投石器有各種版本 那這個就是用這樣子 我有注意到木頭版的是用線拉 但是我們的這個版本啊 好像是用橡皮繩的 威力會不會太大 它那個之前是用線拉卡住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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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投石器還有一款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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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也是投石器 好 這個小編 喔 投石器 這種投石器常常在魔獸裡面看到 真的嗎 是真的嗎 對啊 這工程的有沒有 有種投石器就是這邊有 我看一下我指的準不準 就是這邊放了重錘 然後這裡有點像是一個 欸 我手離好遠喔 有一個袋子 然後它轉出去的時候 是用這種甩出去 然後就有一個火球 這樣甩出去的那種投石器 就是這個版本的 那這個版本的不一樣 這個版本啊 它當時的邏輯比較偏向於 你用這兩根的彈力 如果這兩根是木頭的話 它就用這兩根木頭 然後用繩子 把這兩根木頭 一直拉進來的一個張力 然後把它釋放開來 那剛才小編說的拉繩 就是我這個是用這樣子的一個 卡住的極輪彈出來的 那有一個我們之前的那個是拉繩子 所以你在這裡挖一個洞 千條繩子拉很遠 也可以喔 你就把它轉下去 然後把它彈開 它這個改裝 是不是只要我把橡皮筋弄短 它就變更強烈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沒有 但是它這一個啊 有角度的選擇 高度的選擇 它這裡有一個插銷 插銷可以拔起來 可以調整你投石器的角度 哦 轉90度之後拔起來 好 lucky 然後它會調整你投石器的角度 聽說這個角度最好 好 這樣子 這個是理論上這顆是它送的球 哦 我個人先用衛生紙球 我們先用衛生紙球試看看 乾的衛生紙球 好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對著鏡頭發射 哇 啊 蹲下 啊你不要這樣看喔 你這樣子 如果是新來的 如果今天 剛剛才現直播的 你不要這樣子 對著它哦哦 嘴巴也不要開開的 好 所以彈出去就是 欸 在這個時候 如果在打CS的朋友 就會知道要說的是 BYE NOW WOW 去哪了 去哪了啊 欸 還會彈回來 哈哈哈 這誰發明啊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小編忘了一下 為了要躲那個 啊 有人說要把衛生紙弄濕彈射 好 就出去了 好 我們試試看絲衛生紙 絲衛生紙 會打破玻璃嗎 哇 我覺得會耶 廖小熊問 會不會打破玻璃 理論上 看你裝什麼 絲衛生紙就不會 WEE 欸 絲衛生紙掉在地上 還有啪唧的聲音 會不會打破玻璃 這個問題 應該是還好吧 因為 我要怎麼讓大家知道 他彈射的曲線 我站遠一點 然後我往鏡頭那邊 按照剛才的結果 就是這樣 然後等一下等一下 然後小編這樣子嗎 好 1 2 3 WEE 哈哈 有是有啦 哈哈 是有點無力 但是 你要他多有力幹嘛 但是他可以調整他的那個 角度角度我們換個角度 換個角度 就是角度會決定在他Ending的時間 有人說木造的很好看 事實上木造的之前好像有其他的電商平台有幫我們開箱 對啊 木造的很大 如果你有訂閱賽先生的 YouTube的頻道的話 我們裡面有有木造的影片 有我本人 拍攝 組裝 沒有組裝 玩弄他的一個過程 所以木造我們今天就不介紹 但是他比較大台是真的 好 這個啊現在我調整了之後 我推測他的角度會更往前 對啊 我去那邊走 WOW 從頭上飛過 從頭上飛過 OK 林亞芬說可以互相對戰 我們可不可以鼓吹 各位老師歡迎那個團購 全班對戰 哈哈 一人一台 我調整一下角度 我覺得有機會可以打到鏡頭 WOW WOW 沒有 好自己調好自己調 這個趣味點很多 綠色這種球嗎 你是白痴嗎 這球 鏡頭上看起來很大 但實際上 實際上也是超大啊 你是 算了不要好了 我覺得他好像小湯匙喔 還我 我跟你講我這個一次放整排就不滑 哈哈 不好把壓狀 好 如果你在打仗的時候出現這種隊友 二號會說直接開槍把它解決了 直接把它派到隔壁隊 這個上課可以用嗎 當然可以啊 而且 而且事實上 從組裝開始應該就可以交吧 可以可以可以 還是你的木頭 他這個還原度非常的高 整個的還原度 是我認為蠻高的一個東西 你覺得這款比較有上課價值還是木頭的 因為木頭的 木頭長這樣 木頭 但因為木頭比較大台 所以我之前有看過老師用木頭的來教 木頭的動力來源比較標準 他的動力來源啊 他當時達文欣想的就是用這兩個木頭的彈力 來這樣子 但是因為這兩個是塑膠的 所以他用的是 這兩個橡皮筋的彈力 有點偷吃布 阿基斯也是這樣子 阿基斯陶甲波 是一個專門介紹吃東西的投資部 阿基斯陶甲波 阿基斯陶甲波 都有啦 阿基斯陶甲波 是我很愛看的一個節目 嘿 阿基斯陶甲波 我覺得沒看到 許超然說 可以用來打額頭嗎 我認真覺得 如果你要打額頭 一定要戴護目鏡 這個 安全帽 這個威力 我覺得 我們是 我們沒有用他的球射 他的球是一個塑膠球 是紫心的嗎 空心的 超輕的 好像乖乖 有可能會飛很遠 可以彈珍珠大賽 噢 當當耶 這樣你家裡要黏黏的會不會 說到珍珠 我告訴大家一個訣竅 就是你稍微 咀嚼一下珍珠奶茶的珍珠 讓他旁邊開始毛毛的之後 你射出去比較會黏住 所以你這樣子 你如果直接把珍珠射出去 吹出去的時候 就會彈開 阿如果你把他旁邊 稍微咬得毛毛的 他就會黏在人的臉上 阿如果你老師上課的時候 你彈他 他黏在你臉上的時候 老師如果沒有發現 他就會黏一天 有可能不發現 像小熊說放甩炮 還有人說放彈珠的話 應該就會打破玻璃 會 彈珠一定會 彈珠應該會 會 有可能會 黃世銘嗎 他說在學校彈 你家裡就不會髒 欸 欸有道理 老師欸 我覺得老師你媽媽很兇欸 老師就很清乾淨吧 我從這個角度給大家看一下 他會飛去 嘴巴色珍珠 來 1 2 3 好 OK 好 那今天的達文西系列到這邊 差不多要一段落 爆米花 爆米花也可以 就你在遠方 然後張開嘴 然後在這一個 把它彈到爆米花 對啊 欸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忽然間這樣子 欸阿有沒有打到鏡頭啊 會不會不會 會 無聊 好 這可以擺這個 亂打 上面可以貼牌 因為我要貼一個 抽獎時間 然後就在艾航 彈出一個抽獎時間 我再也不用抽獎時間的 那個很大了 我不能用很大就好啦 這很無聊 而且聲音很大 好 亂打 可以設計成這個搶搭 這叫什麼搶搭 搶搭鈴 搶搭 最後的最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最近要 推出的一個產品 但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東西 希望能夠在 這個從來沒有人見過 線上人數多嗎 如果人數太多 就不要介紹 齁 我們最後要介紹一個東西啊 我們沒有公開發表過 我們即將啊 要在Kickstarter上面集資的一個產品 但是跟達文西有關 我們稱為 維特魯威人 萬年曆 但是因為我們即將要為他拍一個影片 那我們希望會有更多的 我再次跟大家 大家仔細聽喔 我需要的是 外國的朋友 如果大家有認識外國的朋友 我認識的外國朋友 都比較偏向東南亞 但是我們可能比較希望是比較偏歐洲 或者是西方的外國的朋友 來協助我們拍這個影片 到Kickstarter上面去 那如果有認識外國朋友的朋友呢 可以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會給每一個外國朋友 什麼東西 一千元的禮券 一千元的禮券 嗯 還是用斐青熊打發他 拍攝時間 事實上大概15分鐘 拍攝時間很短啦 那我們需要一些 顏值高的外國的朋友 也不用顏值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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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啦 拜託拜託 好像帥哥沒看 不用顏值高 小朋友也很可愛啊 這樣這樣子的話 外國的 不是外國人 外國的朋友 小朋友也是可以 我們還沒開始即時 因為影片還沒拍完 但是我現在這裡跟大家 偷偷透露一下 是一個什麼東西好了 我們稱為是一個 維特魯威人的萬年曆 大概是這樣子 維特魯威人 就是達文西的一幅畫作 他看起來會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 太低喔 我拿一個東西墊一下 唉 這樣夠嗎 可以 哈哈哈 可以謝謝 好 就是當時 達文西在研究 人體的完美的比例的時候 他就覺得齁 人的手臂張開長 就等於是你的 這個人的身高 所以他就是 你人手臂張開之後 哎 你人手臂張開之後 他就會跟身高一樣高 像我180 手臂張開 這樣子就是 寬度就是180 哈哈哈 你是不是欺負 人家後面可以用那個 IKEA的書架 有沒有 直接算說 欸不對喔 書架還那麼高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的手張開 跟腳張開的話 你的人就會是 肚脊就會是 肚脊就會是你的人的中心點 有人說他好像看過這個作品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有兩個人都說之前介紹過 維特魯威仁萬年曆 嗯 我們之前好像有介紹過 真的假的 好像有耶 我印象中好像真的有耶 但我不是很深刻 期待啊 期待啊 好算了 如果有介紹過的朋友 我們簡單的說 好了 再給我一次機會 大家看過的先忘掉 就是這個維特魯威仁啊 他的手腳會指著 月 日 跟星期幾 所以他的人會指著不同的位置 譬如說今天是 今天是幾月幾號啊 9月24 九月 所以他就可以把它轉到 九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月 二十四 二十四 星期天 哦 哦他可以轉星期哦 對 星期天 好醜哦 你的維特魯威仁 就會變成是這樣子的姿勢 好醜的姿勢哦 好 瑜伽姿勢 這個最妙的一個點在哪 就是你每天啊 他可以按照 月 日 跟星期 擺出不同的姿勢 你就可以用這樣子的姿勢 來跟大家打招呼 所以我們這次希望外國的朋友呢 就是可以幫我們拍這樣子的姿勢 日期 大家自己選 好 但重點在於 這一個姿勢啊 多久會重複一次 三百六十五天 錯 再長一點點 三十天 哈哈哈哈 沒有這個姿勢啊 多久會重複一次 就是說你綿月日的這樣子的姿勢 就是這個維特魯威仁 擺出來的姿勢 多久會重複一次 嗯 讓大家猜 嘿人家 哈哈哈哈 夜市拍賣那個 呃 再比一年長嗎 長一點 兩年 哈哈哈哈 怎麼認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猜 再長一點 算得出來的嗎 那你猜猜 五年 再長一點 我這東西能用這麼長時間嗎 五年會不會都 被我弄壞了 呃 二十年 有這麼久嗎 再長一點點 真的嗎 嗯 騙人 十二年 有人說六十年 錯 十二年 太長了 十二年長一點 好 答案 六十也不是 宣布 他二十八年會重複一次 為什麼 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是數學嗎 對 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 就是年月日跟星期 年當然不管啦 因為年每年都不一樣 所以年絕對不會重複嘛 月日跟星期 多久會百分百的重複一次 答案是二十八年 等一下 有一個人 我要打個猜 有一個人很厲害 徐超然 他說三一五五六九二六秒 而且很有把握 感覺好像很厲害 三一五五六九二六秒 會重複一次嗎 為什麼會有秒 對啊 這不是中喔 這不是中喔 拍誰被叮噹 最小公倍數 對 就是四跟七的最小公倍數 太厲害了吧 四年 日年一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是 禮拜一到禮拜天 所以 你的最小公倍數 就是二十八年 它會重複一次 就我們的 幾月幾號星期一集 每二十八年會重複一次 所以這個 維特魯威人 他每二十八年 他的動作才會重複一次 所以你買回去之後 你從開始用 如果你是二十歲 到你四十八歲的那一年 他動作就開始重複了 那個時候就過寶固了 沒有我的問題 太多寶固喔 寶固是手要扭到 他脖子會動嗎 再看一次 脖子不會動 脖子不會動 那我可以看我的生日嗎 好 我想看四月九號 但是不到禮拜幾啊 對齁 所以不到禮拜幾 再推算一次 好 所以他可以用到幾年 這輩子 這輩子 你這輩子就買這一個就可以了 是嗎 所以他就一直改喔 因為他幾月幾日都有嘛 星期幾都有 那小熊問是手動的還是自動的 不好意思 小熊熊 是手動的 哈哈 自動就太厲害 自動就太厲害了啦 自動不知道怎麼做 就電波十幾年一下 而且又要放電池 太麻煩 我們這個是優雅 我們這個是要提供你每天 跟大家打招呼的一個姿勢 小熊熊 如果你買回去之後 每天你醒來 早上小朋友 就用奇怪的姿勢跟你打招呼 哈哈哈哈 欸 所以禮亞方問 所以28年前的行事曆 可以拿出來今天用喔 對 可以 留著用 在放假日子不太一樣 28年前禮拜六都還要上班 哈哈 真的喔 真的啊 現在都一例一休了 所以事情轉變得太快 但是這個每28年 就過保固一次 沒有 就重複一次 好 以上 希望大家多多幫我們介紹 外國來的朋友 有人說把它裝在達文西的時鐘就可以了 喔 又要用錢 哈哈 沒有 我們這個要28年 所以我們採取的是一個優雅的方式來做 所以今天 以上是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達文西系列 然後這個東西需要大家的幫忙 好我們現在我真的認識的外國朋友 還有一些是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有一個問題 看起來看起來長得跟我一樣 哈哈 說到這個我們最近有東西賣到日本 然後我們在日本有快閃電兩場 一場 一場是 納古屋 東京Hands 一場 一場 你要說的是 新宿 東京Hands 跟納古屋 縮小可以變成手錶 這是一個萬年曆 萬年曆 哈哈 手動這樣 28年可以給未來的孩子 那小熊 你把這個當傳家寶 謝謝 小孩子會生氣喔 哈哈哈 不要會不養爸爸喔 哈哈哈 但是他每天 你想想看 你每天早上起來 他都會擺不同的姿勢 而且不是一個漸變的 他會忽然間跳很多 我舉例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明天 你可以仔細看 這是今天喔 這是今天 我給大家看明天 哎呀 9月25 星期十 大家會發現 我們後面還有黏膠 因為這是一個打樣品 是我們用來 對 好 沒差太多 這是明天的 沒差太多 不再知道為什麼 欸 沒差太多啦 反正 有機會 你知道嗎 有一種鐘 有一種錶像逆跳的 他在某一個階段 會跳得很遠 但是有時候不會差太多 為什麼後面有一個黏膠 因為當時這個 如果沒有設計好 一按就會倒 欸 所以用膠黏 大家買回去的時候膠不寒 自己買東西也 沒有啦 這個是打樣的關係 打樣的關係 打樣的關係 各位觀眾 設計就是這樣 不斷的 不鏽鋼打造 不鏽鋼打造 因為要用鋸材用後28年 所以他要不鏽鋼打造 但是表面可能磨損 所以到時候沒有人了 下周我們要抽的是這本書 叫做 阿 你那本是全新 我這有一個菜 歡迎光臨視覺遊戲實驗室 這一 分享本周直播的朋友 我們送的會是這本 歡迎光臨視覺實驗室的書 裡面會有這種 有趣的書 有點像是 你要看首頁有那個封面有這個 哪個 哪個 好 原因是因為 抱歉 要送這本書的原因是 在書腰上面有 有一個叫做 賽先生 科學工廠創辦人的介紹 的 的的的 就這樣一句話 就沒什麼 好 所以我們有推薦這本書給 給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你可以有一頁可以 你看 這個書啊 這裡有一個可以轉的東西 你轉的話會有幻覺出現 它是一本動畫書 然後它有一頁比較特別 它有送一個紫卡 可以搬到那一頁 好 有紫卡的那一頁 像有書籤的那一頁 這個 然後 你可以 它有一個 它裡面有一個紫卡 這裡有一個 嗯 被黏住了 對啊當然啊 要不然會亂亂跑啊 是嗎 這有一個半透明的紫卡 它事實上是一本動畫書 然後比較兒童一點 所以 如果是家中有小朋友的更適合 好 這個紫卡 可以 放在各種圖形上 滑動的時候啊 就會有特殊的效果 哦 這樣有拍照嗎 如果你在這裡的話 會有這樣子的效果 如果你在這裡的話 欸這裡有一個垂直的效果 我把它放前面一點嗎還是 好沒關係 還可以立起來 立起來 好 這還蠻可愛的耶 這一個卡片 附在它的這個書籤上面 然後你把它放在這裡的話 我沒弄好 有有 是左右動嗎 對對對 我左右動的話 這一個就會動起來 我覺得這本書 大人也還蠻收藏的 然後這裡有個共圖亞 共圖亞 這剛好是一個 這裡有齒輪的 它是一個跨業工廠圖 那剛好出版社送了我們兩本 我們一本留作紀念 一本送給我們的本司 好這裡有其他的 其他的 你這樣已經沒對準了啦 你要對很準 好 後面還有啦 後面還有一些 都會有一些 有趣的 錯視的一些噱頭 跟一些動態 還有一些 不好意思 我剛剛鏡頭沒有拉到 這樣子 就是動畫書 動畫書 這邊 所以 它有一些錯覺的 也不能說動畫 它這個也有那個可以翻的 這樣什麼 立體書嗎 也不算立體書 好花俏的書喔 欸你是不是自己看起來啦 好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錯視 OK 好 這裡有一個 看看這個有什麼 欸 也是輪子 我看我看 喔 喔 好 以上 這個是分享本則 的 直播 直播的 影片的話 我們就送這個 我們會有一本 全新的 全新的 或者是我偷看過 再把它封抹 哈哈 走出這種事 哈哈 聊出這種事 哈哈 好 請問書名 書名 好 這個很可愛的書名 你要看正 可以給我看正面嗎 這裡就有 書名叫做 好 書名叫做 我第一個字發音有點問題 光營光 歡迎光 蛤不是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視覺遊戲實驗室 它旁邊寫18 好像18鏡喔 它遠遠看到18是什麼 18種啊 18種 色的 沒有啦 18種 18色以上才好看的喔 各位小朋友 18歲以上才有好看的喔 欸 它撲面也可以喔 也可以轉 喔 有意思耶 我最喜歡這種立體 就是互動書 互動書 互動書 給大家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啊 鏡頭看得出來嗎 不太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但是啊 它這張圖啊 就是你一直盯著它看 看起來東西 就會開始旋轉的一個東西 這張圖 為什麼說 請大家看這張圖呢 因為在我們創業初期啊 我們就是把我們的包裝紙 設計成這個樣子 齁 已經絕版了 現在還有嗎 沒了嗎 現在沒有了 齁現在沒有了 如果你家有這樣子的 當時我們創業初期設計的包裝紙 一定是粉絲 哈哈哈哈 是想說看到的 讓你瞎啊 都覺得頭好暈這樣 我們當時你想想看 我們當時的邏輯 我當時設計就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 如果你買了 賽先生的東西 然後回去之後 然後你包裝還沒打開之前 東西就在那裡動 awesome 所以那個時候設計的包裝紙 就是這樣子 但是叫好不叫做 不太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只是包裝 反正我們設計的東西 供估了很多啦 像剛剛廖小熊 我如果對聖誕節 齁齁齁齁齁齁 馬克杯有興趣 後長還有三千個 沒有啦 沒有同志啦 好像沒有 好以上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再多多分享我們本週的這一則直播 要加碼啦 我們沒有準備什麼加碼 抱歉 如果本週直播破 直接說好了啦 比較快 80 80 80折 我们送达文西系列 任选其一 我们直播分享的比较多 刚才收到80 80可以可以 好 如果80破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 大家可以任选其一 你这样就一个人 没有组合的 会有很多分身 好 以上 封魔又写18 通常这种书都会大卖 要大卖了 但是不是我们写的 他的缺点就是这本书 不是我们出的 哈哈哈哈 好 以上 记得多多帮我们分享 所以下周不是 抽书之外 如果破80 我们就会再抽出另外一位 是 达文西系列的 以上 谢谢大家 妈 好 你是在试密 还有什么可以 看小编还有帮你准备什么 有有有 好 我们之后的东西再偷偷介绍 不然我今天 偷偷都把它 通通都把它讲完了 就要 加班很麻烦 加班想 想梗 很麻烦 以上 我的六款波波船没有送出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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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